台北市牛肉麵國際大賞在花博盛大舉辦 今年比賽開設先十組調理包組 分別為紅燒、青燉、番茄及調理包組 共有101組報名參賽 市長柯文哲希望透過競賽 吸引民眾帶動消費 促進牛肉麵的產業發展 五冠王洪師傅牛肉麵 四冠王皇家傳承牛肉麵 雙冠王阿牛牛肉麵 還有曾在牛肉麵競賽中 獲得家機的正立牛肉麵 一品牛肉麵等多個店家 週末連續兩天在花博公園廣場捉對廝殺 要爭取台北市牛肉麵大賞的桂冠頭銜 這場協會辦的牛肉麵 是由此以來最大的一場 那今天無論我們的紅燒 我們的料理包 大家表現得都非常的精彩 我們的期待各位能夠拿到 如意心中最好的一個獎項 台北市政府推廣牛肉麵發展不遺餘力 今年比賽開設鮮食組、調理包組 分別為紅燒、青燉、番茄及調理包組 共有101組報名參賽 市長柯文哲表示 政府只是扮演補助角色 希望透過競賽促進牛肉麵產業發展 全台灣一年關於牛肉麵的廠 大概是40億到50億 其中台北市大概賺全台灣一半 在花博底半牛肉麵的最大好處就是說 你沒有去全省到處去吃的 你只要來這裡你知道嗎 因為他把全台 可以說是全台給你 甚至全台灣最好能夠 變得集中在這裡 今年活動還特別設置 歷屆得獎牛肉麵大賞 民眾可以不需跑全台 就能吃遍得獎牛肉麵 每個攤位都擠滿消費人潮 也期待明年能挖掘更多店家 讓民眾再次大快朵移 記者游祥廷 台北草磨島 為了活化台北市建成圓環空間 台北市議員陳炳甫 連續多年舉辦星空電影欣賞活動 廣受市民朋友和當地里長好評 今年安排播放夢工廠的喜劇動畫電影 壞蛋聯盟 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到場觀賞 享受難得的親子時光 晚間十分的建成圓環 許多民眾早就迫不及待 準備欣賞夢工廠動畫電影壞蛋聯盟 由台北市議員陳炳甫 連續多年舉辦的星空電影欣賞活動 廣受民眾好評 今年更吸引不少 到場二刷動畫電影的小朋友 之前有看過 然後覺得蠻好看 想要再來二刷 建成圓環公園 這個是一直帶到場去 非常有意義的地點 那其實附近有很多 有三個小學在旁邊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回動 可以讓媽媽 阿公 阿嬤 帶著孫子 兒子 小朋友出來 就順便認識一下 這個有意義的地方 連續多年舉辦 星空電影播放 已在大同區里長間獲得好評 除了增進親子間的親密互動 也讓在地文化場域 有更多活用的機會 我們要給最認真 最勤勞的秉服議員 再給他加油 明年我們再繼續辦 大家再繼續來 這樣好不好 很多事情他是不會漏掉的 那我們跟他合作的事項 他甚至都會回覆跟我們說 事情辦好了沒有 是不是還有後續需要怎樣做處理 所以其實屏服議員真的很認真 那希望大家多多給他支持 最優質的議員叫做誰 你們說一下是誰 屏服 只有他將會放這種電影給我們看 所以最優質的 所以我們的屏服叔叔 我們再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多位里長站台力挺 星空電影播放活動 吸引大小朋友來到現場 伴著微風 欣賞叫好叫做的動畫電影 笑料橋段讓小朋友看得樂開懷 家長也度過輕鬆愉快的夜晚 記者陳秉倫台北報導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 來自南台灣的世界咖啡豆 嘉義縣政府辦理 嘉義縣咖啡三部曲建制計畫 邀請48家在地精品咖啡農參與 同時在松菸進行展銷活動 即日起到11月14日 每週六都邀請咖啡農與消費者 面對面接觸 藉由品嘗解說 認識嘉義咖啡豆的美好 先進施濾紙 倒入抹好的咖啡粉 按照計算的時間分別注入熱開水 濃醇的咖啡就慢慢的滴入湖中 再分裝小杯 讓現場的民眾一同品嘗 也藉由這樣的機會 認識嘉義縣不同咖啡豆的特性 與生長故事 咖啡要喝當然品種要先純化 因為品種純化它的風味 草外比較特性比較顯現出來 再來就是維度跟害怕 氣候的環境的關係 像我們的日夜溫差大 那你豆子在晚上含冷的時候 就會消耗它的果膠 然後整體就會變得比較紮實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展覽 能夠促進大家對於冠軍產地 加義縣的一個瞭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部分 也是希望大家瞭解 原來在嘉義不同的海拔 不同的一個區域 有這麼多元豐富的一個 這個咖啡莊園 咖啡豆 加義縣政府的建構咖啡品牌特色 辦理加義縣咖啡三部曲建置計畫 邀請加義縣48家精品咖啡農參與 在松菸風格店家舉行 MIT非常嘉義2022嘉義縣精品咖啡體驗院活動 能夠希望蕭貝德透過這些圖形的 統一的識別化 能夠更認識台灣咖啡豆的一個特色 以及它的創意 主辦單位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讓更多民眾認識來自南台灣 世界頂級的咖啡品種 從即日起到11月14號 來自阿里山鄉 梅山鄉 藩露鄉 竹崎鄉 中浦鄉的咖啡農親自為民眾講述莊園的特色 讓消費者相信要喝頂級的咖啡 不用千里迢迢出國 在台灣嘉義就可以品嘗到 傑昌華常報導 針對年底九合一大選 為了避免非法金流介入選情 刑事局展開一連串茶器行動 包括地下會堆 洗錢水房及賭博案件 共查獲408件 其中有一名王姓祖賢 以家族式經營地下會堆 四年來經受超過80億元 不法集團遭警方一舉破獲 祖賢也被檢方申請羈押獲准 保險櫃裡好幾疊千元大鈔 算一算共有三千多萬元 這些全是犯罪集團的不法所得 王姓祖賢設立國際貨運空殼公司 提供五分譜店家私下兌換含元和人民幣 再利用親友人頭帳戶製造複雜金流 不到四年就經受超過80億元 負責人以家族親戚的名義 設立多間的空殼公司 藉由經營空運海運 及報官業務掩護地下會堆的犯行 利用諸多空殼公司的銀行帳戶 創造複雜的金流以規復警方的查契 嫌犯號召親友組成地下會堆集團 最終還是被警方一舉破獲 依違反銀行法解送地檢署偵辦 王姓祖賢也遭法院生涯獲准 因應年底九合一大選 刑事局展開非法金流掃蕩行動 全力防止境外資金介入國內選舉 行事局執行選前全國查契不法金流 即同步掃蕩賭博專案行動 針對地下會堆洗錢水房及賭博案件 共查獲408件 另外針對海外人蛇集團及詐騙集團 利用地下管道或洗錢以轉犯罪所得 也將持續執行查契 維護選前治安 記者邱盛明台北報導 台北市南港區有民眾 將故障的加壓馬達放在店外騎樓 沒想到要送休時 發現馬達竟然不翼而飛 警方獲報調閱監視器 發現是被一名騎機車的老翁順手牽揚 短短兩小時就迅速破案 老翁表示以為馬達是放在路邊沒人要的 不過全案仍依妾盜罪移送法辦 從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到 一名老先生騎車經過店面 突然停車默默走進騎樓 將放在地上的加壓馬達搬走 放在機車踏板後離開 當市主發現馬達不翼而飛 立刻報警 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遠景調閱監視器 發現原來是被人順手牽揚 民眾對於非自身財物切物貪小便宜 隨手拿取以免處罰 對於重要物品應妥善保管 莫讓竊嫌有機可乘 市主表示因為工作用的加壓馬達故障 暫時放在店門外的棋樓 等到要送休時才發現馬達被偷了 經過調閱店外監視器 警方迅速掌握嫌犯身份 短短兩個小時就逮捕到了理性老翁 而老翁落網時變稱以為馬達是放在路邊沒人要才搬走的 但全案人因竊盜罪寒送 警方也呼籲民眾切物貪小便宜 隨手拿走他人物品以免處罰 九團花團報道 新聞的最後要帶您看看生活看板 關心各地活動訊息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